又一次十万份成就达成 视频如约而至 这次要开的是YouTube频道的 十万份成就奖章 好像上个月吗 对就已经收到了 一直放到现在都没有开 那直接我们打开好了 放墨汁拿掉 这是什么 Congratulation on your subscriber Milestone 我也不重要 Susan CEO YouTube 这张纸 B站拿十万份小银牌的时候 我已经熟悉这一套了 十万份左右了 我们等不及看到 你接下来会成为怎样的YouTuber 我会在你未来的每一步上 都陪伴着你卡片 这都不重要 这个也不重要 镜子 不是 颁发给小宁子 上面有一个YouTube的logo 就是它的那个按钮 这特别这是个镜子 这边有两个挂钩 我可以让你挂在墙上 让我们快速过到下一个环节 也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就是之前说到的Q&A环节 我从那个两个渠道的评论区 选了十个问题 然后过来回答一下 也算是怎么说 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让大家知道 我到底平时都在干嘛 我们先喝杯水 这个是夏亚 也就是之前马莎 给我从广东带过来的一个 什么休闲娱乐的茶 但是这个好烫 这么烫一定很养生 好 第一个问题 特别好奇 小宁子的工作室 有多少人平时是怎么分工运作的 这是两个问题啊 现在我们工作室 就是全职的是两个人 就包括我在内 然后还有一个兼职的同学 她叫该该 是一个女生 主要负责就是剪辑助理 会剪一些类似于Vlog的视频 还有Let's Play 剩下的两个人 就是我和莱莱 怎么分工 我们分工其实特别的不明确 就是每个环节 感觉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吧 一开始的选题就是共同参与的 必须要同时都同意才可以 然后是写稿 写稿的话也其实是一半一半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做的那几个盘点的视频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领一些游戏 就是你喜欢或者你擅长什么游戏 就说我来写这个 还有一些的话就很难说 成绩比较好的 播放量比较高的 动森的视频啦 造工2077的视频啦 都是我写的 也不是说莱莱写的东西播放量一定不高啊 几乎所有的商单 就是所谓的掐饭视频 对接啊 方案啊 都是她来做的 拍摄的话就是 我是负责 目前的 她是负责就是摄像 摄影摄像 后期 我们是按照体力来分的 谁有体力 谁先剪 剪到剪不动了 就换下一个人来剪 莱莱说 主要是我剪的 看来她还是心知肚明啊 因为她活特别操 哦 那个活操到什么程度 就别说写稿了 写稿全是错别字 出去拍东西了 什么卡没有带了 电池没有了 音频线忘了叉 然后我就录了一半了 没有没有没有 莱莱这个同事 她这人非常的好 前段时间 她在马路上还见义勇为了呢 看到了一个就是爸爸在打女儿 然后她就出手相助 制止了对方的暴行 然后还报了警 你看多好的人 但是啊 鱼不眼霞 工作当中啊 真的是能有多敷衍 就有多敷衍 就是前段时间BW的时候 B站的工作人员 就问这个合作的嘉宾 要一段介绍 最差 最不认真的up主 也写的是某某区的 什么什么up主 给你们看莱莱写的 贪玩的歌姬 还能更敷衍一点吗 不能 哦对了对了 莱莱刚刚说 每一个视频的封面 都是她做的 虽然创意不一定是她的 但是做肯定就是她做的 但是经常就是抠图不仔细 我说这里再抠掉点吧 你非说就不要抠了 哎呀没想到 这个问题就吐槽了这么多 第二个问题 听说小宁子是 焦大毕业的学姐 现在应该是全职在做频道 当然了 请问当时是怎么选择 做up主这条道路的呢 就是因为不想上班 我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坐班 就坐在那里 我就如坐针毡 一开始是写写公众号的 后来开始做视频 然后翻唱翻唱游戏歌曲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做视频了 很多技能也是边学边做的 小宁子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本科是学行政管理 硕士是学新闻传播的 每次看小宁子视频都很开心 请问在生活里 也是这样充满活力的吗 我觉得我还蛮严肃的 就是诚实的说 我觉得不是 因为一旦下中了以后 就会很累 很累就像很想躺 就是很想摊平 实际上我也摊平了 请问如何在视频中或者工作生活中保持热情活力 这题的答案其实就是去运动 真的 就是没有比运动时候分泌多巴胺 更能够让人保持活力和热情 因为这个你要有活力 你首先要有力嘛 对吧 对 关于之前你的躁愈症 斜杠 抑郁症相关的 我真的很关心 一方面是关心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最近在受抑郁症折磨影响 因为我现在还算是比较稳定吧 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吃药的 一直没有听 现在是每天一颗药 我吃完药的话还是比较佛系的 没有关系 听你的 听你的 我不要紧 如果我不吃药的话 就是会比较刚一些 不行 得听我的 那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有情绪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去看看医生 至少是心理咨询 倾诉一下自己的问题 然后他也会帮助你找到你有这些困扰的原因 我应该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朋友来问我这个方面的问题 我基本上都是建议先至少先去看一次 一次心理咨询 他们基本上也都去了 有的是会开点药 有的是说跟医生聊完 他也就好多了 下一个 这部说一下 则有要求 我的姐夫们跃跃欲试 你的姐夫们 你哪有姐夫呀 大家都知道 这个本书都读完了 还都毕业好久了 肯定是 不是非常天真烂骂 这个则有要求也不是像小时候那样的 现在我主要的要求 其实要求也不高 就三点 脸好看 身材好 不要太老实 太老实就太无趣了 你觉得参与录制极限挑战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影响就是微博好像从一万分涨到三万分 就是那段时间其实有其他的人过来关注 但是他们反馈就是看不懂我做的内容 就可能都是不玩主机游戏的人嘛 所以最后的话可能落实到涨粉上意义不是特别大 嗯 就直接落实到涨粉上 我好实际啊 小林子有没有遇到过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 点击量不达预期 而自己觉得马马虎虎的视频却意外反响不错的情况 哦太多了 到现在我都对博德之门3那个视频耿耿于怀 那个开头我们拍了四个小时 就那么短就那么几秒 拍了四个小时 但视频却确实是没有什么人看 小林子是如何在自己做视频的喜好 与自己主要观众的喜好之间平衡的呢 是否曾经有所取舍或转变的 我们现在选题的时候还是会跟着 就是大家时下最关心什么东西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做这个话题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选 我们自己觉得做完比较有成就感的 这有成就感的视频可以支持你 再做一阵子 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的视频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取舍和转变的问题 至少目前我还没有遇到 就是如果说题材不是我喜欢的的话 我会可能在后期上 或者是在一些整活的部分 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做 如何看待弹幕或评论中 对你外貌深财那些不太礼貌的发言 其实就是习惯了 但是如果特别不礼貌的话 我肯定是会落黑的 这个也不用我自己做 因为莱莱会做这个步骤 其实是想说这是发弹幕的人自己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有问题 就是隔着网隔着屏幕我也会 我也会judge你 你不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这个人不太行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天不做自媒体了 会想去干啥 可能想去做产品吧 或者是唱唱歌 度假 休息 生活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人生目标的 其实很能够享受躺平这种状态 朋友们给我的十个问题 我已经答完了 最后再补一个我自己的吧 今年的目标可能还是想把B站 我想冲一下百万粉啦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肯定会有的肯定会有的 明年的规划就是我还想再办一次工作室 现在场景有点少不太够用 我喜欢变化 然后明年应该还会招新的全职的员工 可能会有商务会有助理 对文案这个岗位我没有想好要不要招 好啦 今天汇报近况大概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下个视频见